2018新北市长选战 蓝营要利手 绿营要翻转 锁定新北市长朱立伦施政 民进党新北市议会党团 集中火力 发动攻击 市长 不开心吗 不会啦 很酸吗 民进党议员送上 宜居城市五大奖牌 指出新北市诸多的问题 还得再加强 垃圾不落地 是不是很平易 不是垃圾不落地 不落地 炸到很多城市都有了 但最重要是垃圾减量资源回收 用环保袋 比较房价还可以接受的 应该是林口 三峡淡水啦 朱立伦也不是省油的灯 可早有准备 不但纠正议员 更不忘细数自己在任 将近七年来的政绩 那针对机车组 我们清北市 做什么样具体的办法 我两个最大的改变 这七年来 七年前新北市的大众运输 交通工具的大概 25%啦 现在已经34%啦 33% 34% 这就差很多了 针对议员质疑的 治安 环保 食安等问题 朱立伦一一反手围攻 对于自己施政下的 新北市信心十足 我们新北呢 应该用什么制度 台湾第一大都啊 我们太多第一了啦 我们新北就是以第一为著名嘛 绿营力求翻转新北 朱立伦打下的基础 足不足以振得住现有的江山 兵家必争之地 格外受到重视 环宇新闻苏宽 陈一中 新北市报道